美国纽约时报批评川普的中国香港政策 2019、8月15日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署名黄安伟的文章 危机中的亚洲和川普的不作为 批评川普的中国香港政策 该文说 周二 川普发推表示中国正在向香港边境调动部队 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警告 只表示大家都应该保持冷静和安全 抗议活动升级促使在香港的西方公司启动应急计划 2019、8月14日 在香港抗议活动和警方行动范围日益扩大且越来越难预测的情况下 一些在香港拥有大规模业务的西方公司正在启动员工远程工作计划 并考虑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周二 抗议者连续第二天阻断香港机场运营 早些时候已造成大量航班被取消 银行家和企业高管表示 在骚乱进入第十周后 社会动荡局面不断加剧 以导致商务会议 交易协商和其他活动被迫推迟 特鲁多呼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保持克制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8月12日表示非常关注香港情况 呼吁中国当局采取谨慎的态度 并尊重抗议者的诉求 在一次记者会上 特鲁多表示 我们呼吁和平 秩序 对话 减少紧张情势 加拿大总理还表示 我们呼吁中方对香港抱有合理担忧的人 采取谨慎和尊重的态度 法新社记者表示 在中国当局5月16日宣布 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正式逮捕 两名已经被拘留5个月的加拿大人后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回应并谴责中方对两名加拿大公民的正式逮捕 表示会始终如一地继续支持加拿大人 此外 他还呼吁此案因引起全世界的特别关注 杨洁篪出人意料出访纽约会晤蓬佩奥 2019 8月14日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 经中美双方商定 当地时间8月13日 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 报道没有详细阐述双方的谈话内容 外界猜测 杨洁篪和蓬佩奥的会面和美中两国近来愈演愈烈的摩擦有关 包括正在香港进行了超过两个月的抗议示威 腾讯第二财季净利润增长35% 受新游戏发布提振 2019 8月15日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Tencent Holdings LPD 0700 HK TCTZF 简称 腾讯 第二财季利润高于预期 得益于新游戏的推出 但该公司正在应对广告等关键领域增长放缓的局面 该公司周三公布 4到6月财季的净利润从上年同期的人民币179亿元增至241亿元 接受FATZF调查的分析是预计该公司第二财季净利润为人民币222亿元 安邦将全盘出售24亿美元日本房地产投资组合 2019 8月14日 路透 Reuters 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mbang Insurance Group Co 计划出售全部24亿美元的日本房地产投资组合 这家保险公司去年未能出售其中部分资产 纽约迎来自动驾驶服务 一些人将勇于长先 2019 8月9日 纽约迎来了该市首个自动驾驶汽车服务 六辆自动驾驶汽车周三开始在布鲁克林造船厂 Brukeling Navy Yard 那一段1.1英里道路上运送乘客 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期间 六辆车将在DOT72的纽约轮渡码头站和造船厂的Cumberland门之间接送乘客 周末期间 车辆将在轮渡站和77号楼之间提供接驳服务 该建筑物是Russie Daughters Grand Champs和Transmitter Brewery等餐饮店所在地 美国延后对中国电子产品加税 2019 8月13日 美国贸易代表署8月13日表示 美国将如期自9月1日开始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 但延后到12月15日才对中国电子产品加征关税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跟中方的谈判非常有成效 中国的确想在贸易谈判上做出些什么 为了帮助更多人 不给年中节日贸易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决定推迟关税 川普还表示 他一向对和中方达成贸易协定态度乐观 全球主要城市商业地产价格显著下跌 2019 8月15日 全球主要城市的商业地产价格在第二季度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原因是有迹象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且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根据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数据 在第二季度中 从香港 首尔到伦敦和华盛顿的平均地产价格都较第一季度有所下跌 巴黎当季的商业地产价格下跌2.6% 在Real Capital Analytics追踪的欧洲市场中跌幅最大 芝加哥市中心地产价格下跌2.1% 为美国跌幅最大的城市 马杜罗当局准备举行提前立法选举 2019年8月13日 由总统马杜罗掌控的委内瑞拉制宪议会表示准备举行提前立法选举 制宪议会主席卡贝罗宣称 在经过有关的委员会的磋商之后 将决定重新选举国会的日期 如果决定是2020年1月1日 那就在那时举行选举 目前的委内瑞拉国会有反对派控制 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星期天表示 马杜罗政府有意通过制宪议会解散国会 提前举行国会选举 这是独裁政权的新公式 他们还剥夺了四名反对派议员的起诉豁免权 并指控他们叛国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 对这些严厉的新措施表示欢迎 美国和其他50多个国家承认 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 阿根廷现任总统初选惨败 优弊龙主义回归股市暴跌批索大扁 2019 8月13日 法新社电稿称 由于自由派现任总统马克里 Mauricio Macri 周末在总统大选初选中惨败 导致阿根廷股市债市周一暴跌 批索汇率也大扁一度于30% 马克里当天誓言他将加倍努力扭转局势 避免对手胜出导致阿根廷重回到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